大家好,我是玲珑河雕 这期视频呢,原来是觉得一直没有什么必要讲的 就是一直没把它当回事,说白了就是啊 本来觉得说大家将来有一天拿起来刀习惯习惯就会用 结果后来发现呢,有必要讲一讲怎么用这个刀了开始 这属于忽略的忽略性的问题 这个刀具呢,因为咱们现在拿起来,我用的是平刀啊 平刀是万能刀,然后我基本刻河雕的时候以平刀为主 所以咱们主要讲究平刀的用法吧 就是刀具的用法 这是上几期视频教的龙林的那个河 这个刀具呢,拿刀的时候啊 咱们讲一下怎么拿刀,怎么刻河这个是啊 这是最最基础的东西 这个分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有的人呢,喜欢是两指拿刀 两指拿刀,两指拿刀刻河 就两个手指头拿刀 我呢,是三指拿刀 三指拿刀的好处是支撑点比较牢固 就是三指拿刀 然后呢,还有的人习惯是拿顶板 前面呢,有个小顶板啊 橄榄盒也好,桃盒也好 前面有个小木头板顶住 然后这样刻,省劲 但是每个人习惯不同嘛 咱们每个人因为习惯不同 我呢,是学河雕的时候呢 就直接就是三个手指头拿刀 然后直接左手拿起刀也没有 左手拿起盒也没有什么顶板 所以这每个人习惯是不一样的 咱们首先呢,把这个刀具 这是一把刀具 咱们首先呢,要 这三个手指头形成一个三角固定的状态 把它固定好 但这个手指头呢 要注意这个手指头的位置 放在盒上的时候 你看,要往前一点 就是这个手指头呢 夹在这里 手指甲里面有点脏啊 全是那个墨子 这样的话,你看啊 咱们现在就是这两个手指头 夹在这个刀具这个边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个手指头 抵在刀具这块 前面呢,只留出这么一小块 或者更小 甚至更小 这样就很稳当了 然后用这一点东西 然后这只是这样拿出了刀 然后这个手,还有这个手指头呀 这是无名指尾 咱们把无名指抵在盒上 所以这个手指头会非常非常累 这个手指头 它顶在盒上 它像伸缩伸缩 它会非常累 非常疼,时间长 所以这个手指头其实是最 嗯,最的什么 你看我这个手指上的桨子 这个桨子特别厚 它是最累的 而且如果盒不打磨还加手 这样的话 你看啊,咱们这个手指的 这个手呢,再拿上这个盒 这样掐住这个盒 掐住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刀这样 你看这样 放下的时候 这个大部手指头自然而然的往前 往前放 自然而然的往前放 本来是这样拿着盒吗 但你把这个往上一放的时候 想刻盒的时候 这个大部手指头自然而然往前放 把这盒夹得很稳当 你看这个四个手指头 夹住了这个盒 很稳当 然后呢 在刻的过程中呢 这个大部手指头又自然而然的 压住了这个刀 轻轻的碰在 不是压住它 是轻轻的碰在上面 它有个 你看有个 送的 让它有个 说不上来啊 说不上来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吧 什么时候用刀 像咱们拿筷子一样熟练就好了 然后呢 咱们这样 少去肉 勤走刀 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 刮 属于是 你看一层一层的再往下刻 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刻 它并不是说 从这块刻一下 你看这个手指头 属于像个轨道一样 一直在 没动态 或者说你可以这样走一下 它一直像个轨道一样起到固定刀具 别跑偏的作用 你看 无论怎么变 那这个刻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的 这样一刀走过来 它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印 边缘的印 咱们接顺着这个平面 用刀尖 你看 用刀尖这样去刮 它会越来越平 你如果说从这会儿来一刀 我们再抬起来刀 再把刀抬起来 再从这儿来一刀 我们再抬起来 再从这儿来一刀 它总始终会有一个刀痕的 然后说咱们是挨住它 这样一刀 两刀 三刀 这样一刀一刀的少去肉 勤走刀 它会形成一个平面 非常非常平的一个平面 一定要少去肉 勤走刀 不要尽量这个刀 不用抬起来 不用说 这样抬起来一刀 再抬起来一刀 不用抬起来 要随着感觉走 咱们叫基础的 这是最基础的用刀的方法 我还把这个东西给忘了 我总觉得没有必要教 因为这个什么时候 咱们拿 而且刀具的问题 我这只讲了一把平刀 还有平刀 这是推平面 这样走线条 你看拿刀尖一走 它就是一个线条 这都是最基础的 咱们这个只是简单 讲讲用刀的方法 咱们只是简简单单的 说两句用刀的方法 还是那句话 什么时候 大家用刀 跟拿筷子一样熟练 然后呢 什么时候 大家用刀具品种的时候 因为有平刀 刮刀 线刀 然后大家不用纠结 说做到什么时候 就拿起来什么刀的时候 不是说固定的 这些工具 这些工具的那什么 这些工具的那个 功能并非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然后那个那什么的 咱们那个 比如说咱们就熟练 到什么程度呢 说我吃饭的时候 吃面的时候 自然而然拿的是筷子 和汤的时候 自然而然拿的是勺子 一个道理 那这个刀具也是一个道理 咱们就是 你比如说我现在 刻这个线条的时候 假如有线刀 用线刀一推 它特别好推 用平刀推 特别好推 但是我拿一把鞋刀推一下 肯定推不出来 这个线条 那么你自然而然 下次的时候 就不会再用这个鞋刀 就把鞋刀放在旁边 就会拿起来平刀 或者线刀 做这个小线条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一次性错误 就够可以弥补的东西了 所以不用怎么细讲 但是用刀的时候 还是要讲一下 用刀是需要基本功 把这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吧 因为我这个机械科 这个视频 我一直也没当回事 总觉得说没有必要说是交用刀 因为大家还是熟练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拿个线刀 打这个平面 你打不出来的 你肯定要拿这样的刀 去打这个平面 这是一个道理 但是咱们还是再讲一讲 啰嗦一遍吧 感谢大家的点赞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是玲珑和雕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